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吧 说该国占欧洲白蓝地出口总量的99.8% 意思是 就是从表面上 是因为这个是好像就几个品牌的酒 这是开干 核心的是啥 主要就是最近马克龙在欧洲对俄罗斯组建欧盟联合军队这块跳得太高 中俄一结盟 俄罗斯就让中共出手 除此之外还有法国之前也表态支持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受补贴做调查 但是它还没开始啊 是吧 法国支持对中国进口的新能源汽车生物柴油展开调查 那只是刚刚开始 中共选择出手对马迪利 薛尼斯 人头马 那这些东西啊 这几个酒 说实话 在中国国销量很大 但大部分都假酒 是吧 中国国到处都是马迪利 人头马选尼斯那叶总会 据我了解 基本上9成是假的 对法国 说法国这个酒的产向是打击不大 因为它根本不缺卖啊 核心上就发一个信号给马克龙 别跳得太欢了啊 你如果在俄罗斯 应对俄罗斯支援上 跳得太高 这里要收拾你 表面上是中共国出手 实际上就是中俄联合出手 就是俄罗斯这边啊 让这个中共在贸易上敲打敲的马克龙 我记得去年啊 大家记不记得 马克龙到北京 然后到广州 习最高规格接待 他觉得三天时间可以把马克龙忽悠的一愣一愣的 马克龙回去头三天是有点脑子脑子不转了啊 有点好像被被那个灌了什么汤呀 迷魂汤 但是现在这得反省以后 你看整个打脸习啊 打脸习 在俄罗斯这个事情上 牵头 不仅仅没有受中共习的挑拨和美国闹白分裂 反而还冲在前面 冲当了 是吧 这个整个西方阵营的前锋 打前锋 法国打前锋啊 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因为现在等于是美国在后马 相对法国打前锋 冲到前面啊 所以呢 是不是这个让习很不满 等于是你的这个外交啊 忽悠策略彻底失败 所以现在要通过这几个这个九啊 这几个九对法国的整个经济不会有任何影响啊 但是只是传递一个信号啊 说白了就是敲打敲打而已 你怎么看啊 当然接下来大家会有别的啊 对比过法国的什么LVR等等那些东西 奢侈品或者是这个宣传 或者是什么爱马仕 但是法国那品牌那东西 说白了中共国本身啊 用的很多 但是在中国国卖的不多 因为打量很多假货 很多假货 所以呢 所以啊 就是当年马克龙去了那里 他还想着说服马克龙把法国的生产线搞在广州 盘域生产LV生产那个叫做爱马斯 是不是 参加广交会的展 你不是脑子进水吗 谁会去把这个设置品跟你中共国合作 是不是 法国的产品基本上 在中国国没有任何的厂啊 法国他这个他不像美国 美国跟中国合作是真的很多 基本上都在中国国都有那个各种生产厂 但法国的产品一针一线啊 不管是葡萄酒还是白蓝地 还是这些奢侈品的包 还是说这种手表都是原厂啊 所以所以所以中法之间的贸易啊 其实对中共来说啊 真的是啊 他不会有任何影响啊 就是对对法国来说 中共对法国打击 他对法国不会有任何影响 你怎么看啊 啊先生分享一下 说到法国跟中共国那个本土合作最多的东西 也就法国的那个呃 他的那个标志集团就标志还有雪铁龙 他们都是在中共国开厂的税油厂 但是呢 这个这个销量也是很很很差 就没有人会去买法国 就在中国呃中国大陆 基本上都是呃 觉得法国车就不是很上档 次这种就就不会去买 有人去买 销量也不好 然后再者说到这个今天主题 就是说制裁这些酒啊 还有这些今后法国的这些呃 呃高档奢侈品 你想想看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吃饭温饱都成问题 还有人去买买收拾品 没有吧都买买假货买买那个都差不多了 然后真正这些买的还是你赵家人吧 对吧 什么呃 习明泽对吧 我之前是晒过那个呃 他的他呃 晾过他晒那些爱马仕的那些呃 限量款的那些包对不对 那个十几万美元一个的那个你说你说普通的哪怕中产阶级 现在都成这个德性了还买买你什么怎么买法 而且酒酒这个东西说白了路德也说的很多就也是假酒很多 因为我我我之前有有些朋友他们做那个呃 做那个进口酒的然后也是几道饭子他因为呃他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呃路德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他原厂他进来的时候他进口的时候他不是那种一瓶瓶呃像商商商店里面卖的那种很包装很精美的那种 呃平装他都是像呃他都是这种铁桶进进来以后然后在本地然后再进行灌装再进行勾兑就就一般说来了就是呃就往里面就是说因为他为了要卖的多吗要利润要高吗呃就冲淡很多就说我明显我在以前回国我在国内喝的酒的味道跟在欧洲的那个酒明显就味道就有区别所以说这个东西 你你你中共他他实在他是没东西呃没东西反制所以说他要表面上面做出来啊呃我对你的一些什么东西进行打击一下对吧这其实真的就是作秀成分呃大于实际的那个呃作用啊路德 是啊这个你刚才说的对这你刚才说的一个情况就是那叫做啊 这个散装酒那是法国的这些高高端酒他不可能是散装进来的你说的散装酒是澳洲的一些葡萄酒 他们这种玩法但是法国也有沃尔多的沃尔多他进来很多的葡萄酒他也是这样的那你说的那是法国的一些呃普通品牌的这种不少多的葡萄酒啊 但我这种白蓝地他是不可能散装啊那个他都是一瓶一瓶的但是中国大多数百分九十都是假酒都是在广州派业院那边他们做的嘛 他勾兑出来的对的一模一样的味道一模一样的味道啊所以他们很多收这个瓶子嘛所以这个法国这洋酒的瓶子那都很值钱的 说白了这东西送礼普通老百姓谁去喝没人喝马迪丽啊宣尼师人头马啊 都是送礼我跟你说在中国都是给那领导送礼都是送 这个白酒比如说这个茅台那个也有送但是呢送洋酒那有面子知道吧有面子 还有路易十六啊是吧这种都法国 所以在中共你看就是啊 他对法国的制裁 根本就没点用啊是吧没任何用 你说现在法国在中国在中国吧 哪些法国的品牌啊 说他可以制裁的猪的他制裁不了 是不是你根本都不靠这个中国市场 这个中国人一出国啊 你就算制裁了把他关税升起来 别人一出国还是照样买啊 他的量不会少买表啊 买钻啊是吧 买首饰啊买包啊啊 不会少他不缺你全世界都抢着买 所以啊所以马克东的底气他就在这里 这就是法国啊你说继续啊 路德有一个东西他是不敢制裁的 工业上面有很多东西他是不敢制裁 因为EDF和核电站核电站它里面用的东西 它必须全部都是从法国进口的东西 不然的话他这个他这个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国产化 而且很还有一个什么东西他不敢制裁 就是呃呃那个就是叫什么呃电气化铁路呃 就是法国的阿尔斯通呃跟中国国的高铁都有密切的联系 还有合作还有就是城市地铁 他他他是这个我知道因为中共他是即便买那个呃 比如说上海的地铁有几条线 他不会用一家公司的东西 他是法国买买就法国的阿尔斯通的车买 然后德国的西门直接买 然后把这两家技术买过来了以后 然后自己在山寨 所以说虽然说他山寨他只能够山寨部分零件 然后但是他有很多的零件 关键核心零件 他必须是整条零件全部进口 不然的话他你看那个上次温州地铁出事 就是什么就是 就是就是用的那个国产的一些通信设备 对法国没有任何杀伤力 他不想到澳洲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杀伤力 是吧 第二 本身量也不大 是吧 量也不大 就做做样子 但是 但是啊 他会导致马克龙 马克龙现在底气很硬啊 全面的反弹 对中共 那就更加啊 更加啊 开干 这个你说这个习猪涛真的给谁给他的这个啊 做的 幕僚啊 是吧 脑残 脑残 真脑残啊 咱们只能说 这个习就是自杀 往这个悬崖 跳 还先跳得不够快 总加速是 这个名号真的没得少 是不是啊 分享一下 对 他都是些瞎参谋 烂干 是吧 就跟 我现在就知道了 他手下的那帮的人就是跟 那个什么 就是金灿荣张维维那种一样 就 嘴上就说的很 很牛逼 对吧 然后 给他给他出的那些招 其实看上去很牛 但是 但是怎么说呢 就是核心的核心在于 这些 现代化的一些东西 没有一样 是有自己的知识产权 就是 你看 因为 中共又要说自古以来 就我们就跟他说自古以来 自古以来 就是你 第一次工业革命 没有经历过一次工业革命的革新 跨时代的技术革新 没有一样是自己的 你怎么弄 你全部都依靠外来 所以你现在 你反制人家 你反制人家红酒 反制人家奢侈品 说白了 那种东西能卖几个钱 它不是批量性的需求 它不是刚需 然后你的那种 法国的工业产品 很多东西是刚需 那个你是 你是少不了的 对吧 所以说 而且而且那些 比如说什么 发电机啊 然后 高铁上面用的 那个 零件啊 甚至就是维护用的一些 耗材 这些进口量是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是说 要的量都是非常大的 而且你现在中共国的那个外汇吃紧 你说 你去制裁人家 制裁人家了以后 你这些东西 你靠 靠谁那边买 你到时候就说 你制裁别人 别人反制裁你 他这不是直接抓虾吗 路德 好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各位观众官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此 别忘了 点赞 分享 再见